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Lita 前天Max去參加一個活動 結果老師送他一個吐司 回來的時候他告訴我說 媽媽你要做出一個漂亮的早餐喔 心想好吧 我就來做出一個 讓你眼睛為之一樣的蜜糖吐司 今天所要用到的食材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新鮮的水果 第二個 一條完整沒有切的吐司 第三個 奶油乳酪醬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先在吐司的三分之一處 拆成我要的兩個大小 因為我要讓他有高低層次感 然後把中間的吐司挖空 好 接下來要在外面這邊畫一條 讓他可以 吐司可以脫離 這樣就可以輕鬆把吐司給拉出來 接下來我們再來切大的這一塊 好 就脫離啦 現在把挖下來的吐司 切成小正方式 這樣好像在玩疊積木 大大小小都沒有關係 接下來在吐司上刷奶油 那要隔水加熱 讓奶油融化喔 在他的表面上 在他的表面上 抓上一層奶油 然後等一下進烤箱烤的時候 會呈現香噴噴的味道出來 接下來就可以送進烤箱烤了 接下來就可以送進烤箱烤了 上下火200度 要注意一下時間喔 吐司磚我們要烤7分鐘 吐司筷子要5分鐘 來做檸檬乳肉醬了 先把45公克的奶油乳化 打到奶油乳化 然後糖跟 奶油全部拌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要加 奶油乳酪塊 奶油乳酪塊要加150公克 這邊差不多是 稍微把它戳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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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再來加入適量的牛奶 先一點點一點點的加 就是如果我加20cc覺得還不夠可以再加沒關係 剛加的牛奶是可以調節奶油乳酪的濃稠度 那就是一個人喜歡 去加 這沒有什麼限定的 甜度是夠的 然後濃稠度也夠了 所以10cc的鮮奶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我要加一點檸檬汁跟檸檬皮屑 再試一次攤開 再試一次攤開 OK了 這樣的細膩度真漂亮 好了 接下來處理水果的部分 然後把西瓜挖成圓球 再拿 倒數第二的這個2.5mm的10 把小顆的 我們要讓他有落差層次感 來把這個 吐司粒放一些進來 好 我們在裡面加一點奶油乳酪 可以擺上我們想要的水果囉 這個步驟啊其實就是 你想要怎麼裝飾都可以 喜歡的水果放上去 就完成了 好囉 老袋又在吹頭髮 擺上薄荷葉 擺上薄荷葉 今天早餐 蜜糖吐司完成 你們知道這叫什麼嗎 不知道 它叫蜜糖吐司 可以吃了嗎 可以啊 好酥喔 好酥喔 嗯 好酥喔 倒下 因為 donc 好酥喔 喔 好酥喔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